哈喽大家好 快到情人节了 一般来说情人节肯定得送礼物的 然后这次我给我自己也挑了一个情人节礼物 现在呢我就拉着它 然后和我一起去买送给我的情人节礼物 大家猜猜是什么 前几天呢在溜湾的路上呢 看见了一家小店 这家小店里呢 看见了一个我心仪的一个菜篮子 然后我觉得挺有用的 于是呢就觉得这个作为 嗯情人节礼物还挺实用 而且挺划算的 那我没告诉他我心仪的礼物是什么 就是让他开车带我来这 然后准备到了这儿再跟他说我喜欢的是什么 现在呢就在走向那家小店的路上 天秘密 你小的天秘密 好准备 对 哈哈 然后他就拉着我往车那走往回走 然后我就挺不高兴的 我说这什么意思 给我选一个情人节的礼物 是吧 然后你这临阵又不买了 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呢他就带我走到汽车 然后打开了后备箱 然后后备箱里呢有一个框 然后还有一个大袋子 然后他就说你拿这个东西 然后我也想什么意思 先上旁边那超市逛一下 然后我就拿那框 竹框 那个铁框 然后他说不是这个 拿旁边那袋子 然后我就特别不高兴 然后我就拿袋子 结果我一打开那袋子 我喜欢的那个篮子已经在那个袋子里边了 我天哪我当时真的就是热泪盈眶 特别特别感动 因为我没有那天我们一块逛的时候 我没有跟他说我喜欢那个 我就是在那一直的看 然后我确实喜欢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特别有用 比那个好包甚至还有用 你在德国你出去买个菜啊 然后你买个东西啊 拎着挺方便的 而且我呢特别喜欢这种菜篮子 我们家夏天呢有一个那种竹子边的 但是冬天要是用的话 可能就会裂 可能就是不太好 然后这个呢是塑料边的 又不怕水 饮料洒了也没事 洗一洗还能用 然后呢又不怕这个冬天的冷 然后春天去picnic去野餐 然后去哪了 然后包括出去旅游 都特别金用 我觉得特别好用 而且我特别喜欢这种绿色 然后和这个红色粉色在一起配 我觉得特别的鲜艳 特别的喜欢 但我那天真的没有说 我特别的喜欢 就是一定要这个 我就是在那看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感动的是 就是即使我没说这个事情 这礼物 肯定我也是能得到它的 因为它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俩基本上 在疫情期间 真的是24小时都是在一起的 所以令我特别诧异 它是什么时候去买的呢 有分身术吗 然后我就觉得它挺了解我的 然后而且真的是 看出我喜欢的话 肯定就是帮我拿下的 然后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 然后呢就有了下面的一幕 后来遇见它 陪我春秋冬山 遇和我的伤疤 大概 我会一直幸福吧 你身边的它 是否想我需要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微微就是秋天 你每片落叶 微微就是彩虹里美的雨点 微微它很渺小 有缺痛不疲 有缺痛不疲